HELLO 大家好 我是LINDER 8月3號 韓版釋出book4點音更新前預告 但目前只有提供大方向 而具體細節跟調整內容 就要等更新之後了 畢竟會因為岩上又追加 三減也不一定 就讓我們來看看 這次有什麼驚奇之舉 新增PVP地圖 既上次更新後 又新增的PVP地圖 華麗芙的巢穴 華麗芙應該是致敬 鎖羅門72柱的魔神 而目前有關該地圖的情報 等級250等可開啟 由弗雷亞之路進入 強制開啟PVP 該區域掉落物 黑色碎片 魔金 漫珠 Q5野金裝 關於彈珠等下會滴到 無法隱形 變身 以及使用隊伍召喚 復仇功能 代表那些愛隱形偷殺的玩家 可以洗洗碎了 透過特殊機制會觸發野王 華麗芙擊殺後會掉落突襲箱子 說明上是只透過雷機 石碑的祝福來觸發 具體可能要等更新後的詳細說明 彈珠系統 新的強化系統 等級110開啟 提升裝備的攻擊力 防禦力 裝備插槽與強化至等級20後開啟 應該是指裝備會有額外可強化的屬性 但強化到具位置 彈珠可強化至20 強化到一定階段可在交易所上販售 另外強化失敗 會有一定的機率會消失 彈珠本身沒綁定部位 拆卸時則需要使用蝴蝶上品 新的突襲附門 冰龍突襲 陸長等級280、295 冰屬性攻擊 會召喚使用遠則攻擊以及Debuff的小怪 突襲將可獲得 新雕像 雪花武器造型 戰利品 裝備等 三尊新雕像 北極龍 提高反擊傷害 雙核符文 魔像鬥士 魔攻增加 冰霜小惡魔 護攻增加 陳列效果 機率降低對方HP恢復量 以及封鎖HP藥水的使用 具體雕像數值等更新後會再提供 會員的VIP功能更新 這上次更新時就有了 但因為客金項就沒特別提 購買會員的玩家會提供一些方便的功能 例如可以遠程使用商店 自動揭取重複任務 減少回家跟返回功能的冷卻時間 可以同時使用多張副本票 可以完成一次當多次 類似手遊常見的掃蕩功能 雕像的同時製作數量加1 每日副本次數加1 並且獎勵加倍 任務獎勵加倍 教育所販售跟購買數量加5 總之韓國玩家戲稱是把各種聚集 外掛功能做成合法的內購功能 不是家具更新 老樣子一定會有造型系統 也是大更新的 就不額外介紹了 職業平衡 調整部分技能冷卻時間 提高個別技能的暴率跟暴擊抗性 武器屬性調整 部分技能追加效果 法師 調整部分技能冷卻時間 部分技能追加效果 增加技能的傷害 攻守 調整部分技能冷卻時間 皮包BUFF效果 持續傷害 增加部分技能降低穿透抗性的效果 變金速式 提高持續傷害 部分技能追加效果 目前戰武、聖騎士、槍兵、暗士 但還沒有玩家燒一燒以後可能會生出來 其他調整 單人、多人副本 在擊殺怪物後 能低機率獲取之水晶 以及低等副本通關後也可以獲取 提高單人、多人副本 獎勵箱子的魔水晶數量 裝備特化的最高等級調整為35 隨加烹飪材料跟食譜 其他UI調整 這次不知道是故意還是沒整理好 居然沒有常常的Bug更新 真讓我失望 再來提一下台版 8月12日預計的更新項目 首先是新職業 槍騎兵居然釋放了 真讓我意外 應該是韓版發現那一波有鑽頭 所以原廠提前規劃的 難怪沒什麼人玩的煉星數是 當初懶得更新 不過我想吐槽一下這個文案 防禦相關的技能跟Buff較少 防禦能力相對較低 版金本身就是高物理防禦 配合後續更新的魔防也會提升 相對較低我真的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而且除了聖騎可以回血 法子有吸收盾以外 大部分職業都沒有防禦相關技能吧 不過該職業真的蠻推的 在韓版也是頗收好兵 遠程型的近戰 並且是高敏捷 不論打擊感跟PVP方面都很好 很適合喜歡暴擊的玩家 委託任務調整 終於不用再刷新任務版 然後找不到自己可以完成的任務 爭奪戰開放 矮人之木的地圖 但我又要吐槽了 那個隨機實相 在之前的更新已經有了 真的殺野貓咪 偉得成長進化第二期 不多說就是好東西 神秘任務更新 代表各位的時裝控 從陰來了可以準備解新的時裝了 到時候會再整理給各位 如果來不及製作影片的話 各位之後請自行查看 影片下方的致敬留言 決鬥場調整 也是對應韓版之前的更新 將賽季改成一個月 並新增連勝分數獎勵 往好處想就是提高各位 拿積分獎勵的機會 然後一系列的改版活動 這裡直接整理懶人包 各位有需要就自行暫停查看 這邊我要吐槽了 新手老手的回歸獎令 第一天是直接送懶寵一個 身為無客還在用綠寵的我 老是不開心啊 每次我看到新的活動 真的只是默默的訊想 黑局不意外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冰德 我們下次見 掰掰